好 宝宝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 你们最喜欢的韩语主播来了 把时间交给韩语主播 最近很忙 习拜会后有很多的重点 很多的话题跟两岸也有关系 漏网镜头交给韩语 好 大家好 这节先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个会谈 但是在习近平主席 致辞完之后突然就有记者 是以中文非常大声地问习近平 相不相信拜登 那么习拜会谈之后 拜登他也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当时他也被记者问到 相不相信习近平 先来看这两段画面 重现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习主席你相信拜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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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走上去 谢谢大家 我们要走上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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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慢慢的 在这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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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博士 静 博士 请你相信 总组 看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 这是我那个地方 我相信你 那么刚刚画面可以看到 坐在旁边的布林肯 国务卿布林肯呢 似乎是比拜登还要紧张 那么当时这位女记者呢 是提高音量以中文询问习近平 相不相信拜登 那么拜登突然是听到提高的音量 是和身边的国务卿布林肯相互看了一眼 那么拜登他也看了一下习近平 不过拜登并没有说话 而是布林肯的表情成为一个亮点 因为好像非常的尴尬 那么这场元首会上 其实让布林肯尴尬的场面还不止这样 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布林肯他现在好像是灭露的暗色 似乎是有一点坐立难安 而且还微微的晃头 这个是因为就在习拜会之后的一个记者会上 当时拜登他就被记者问到 习近平是否是独裁者的时候 当时拜登他就说是 因为他治理的是共产国家 那么这让台下的布林肯 他瞬间变成一个苦瓜脸 好像脸都垮掉 似乎是回忆到今年6月 因为当时拜登就称习近平 是独裁者的一个情况 当时北京政府不仅是强烈的反弹 而且拜登这个发言时间点 当时在6月 还是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之后 当时其实布林肯他就想要为中美关系缓和 但是不少的中外媒都讽刺 拜登这一句话是让布林肯 他的外交活动好像就做了一个白弓 是不是拜登他在扯布林的后退等 因此CNA就分析 在美中经过数个月的精心安排下 布林肯当时在2月到6月的时候 他其实在之中是有很多次的斡旋 那么拜登现在又说了这个话 难免布林肯他会一脸吃惊 那么意大利的前外交官跟评论 布林肯他绝望的一个身体语言 似乎是显示自己一年多来的外交努力 竟然就被拜登这随口一句是扔进了厕所 好的现在看完轻松呢 接着再来看到今天的一个重头戏 是亚太监合会APAC的领袖峰会 今天是开幕 那么重头戏领袖代表 与贵宾非正式的对话 以及工作午餐成为一个重头戏 顾名C呢其实就是21个经济代表 他们兼由这个场合和其他的领袖 来举行单边还有多边的会议 那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上午是已经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举行了一个场边会晤 那么这也是两个人在去年11月 APAC的会议之后再次的会面 当前国际形势是变乱交易 风险挑战成熟不去 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聚合作 共同发展 是符合中日联合 共同社点出岸田这一次会借由这个会谈 要求中方取消对日本水产品进口的限制 希望可以透过面对面的谈话来缓解对立 那么另一方面 中日双方也会在会谈中再一次的确认战略 互惠关系以及确保两国的经济 气候问题上都可以有所进展 那么其实这除了和岸田的会谈之外呢 外媒报道韩国总统尹习岳 他也是有意要和习近平来会谈 如果两个人真的会会物的话 那么这也是即去年在局团里峰会后 再一次他们面对面的谈话 那么其实呢习近平曾经就已经主动提出呢 在中韩关系上主动的提出要访韩对事宜 这也被视为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那个信号 而且呢其实韩国方面南韩方面 在俄罗斯和北韩两方呢 现在扩大军事合作之际 其实呢尹习惠政府他们也希望 北京政府是可以发挥一个劝阻的作用 那么目前呢已经知道习近平 已经和墨西哥的总统洛佩斯 还有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两个人是会面 那么在和墨西哥总统的会面之中呢 两方的领导人就有意要相互的支持 一同的合作 那么秘鲁总统的会晤中 秘方则表示呢他们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习近平则说呢 他们要共建一带一路等 而拜登呢今天则是在高峰会上 向亚太经济体是重申 美国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承诺 表示呢和习近平的会谈中 将会为这个区域 还有这个世界带来稳定 并且表示呢我们不会离开 那么其实呢再回顾到两个人 昨天的会面 双方是统一要恢复军事上的一个对话 还有打击多平等 那么包括领袖间的轻松互动啊 双方是一起散布啊 等等的外界普遍就认为 各方的进展是非常顺利 但是呢现在根据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他16号的时候 既然是重申了 华府对台湾提供武器的一个承诺 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 即使呢现在美中双方 他们是恢复了军事上的对话 但是呢美国还是将和台湾发展一个军事关系 那么回顾其实呢 习拜会的会谈中习近平财相拜登表示呢 美方应该是要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那么对此呢 奥斯丁就表示 尽管他和乐界中美恢复军事的沟通 但是呢他对记者表示 他依然是非常担心呢 中国大陆很有可能会侵略台湾 所以呢他还是会持续的加速 交付武器给台湾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会让中美关系再一次的蒙上阴影 现在呢外界也是特别的关注 不过呢其实这一次的会议外界普遍呢 大家感受到的可以看到呢 双方一起在花园散步 还是感受到美中的关系是迈向春暖花开 因为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就特别强调 中国大陆不读美国书 那么这也希望呢 美国不读中国大陆书 这个对话也让美国的企业是大感振奋 APEC在旧金山正式拉开序幕 各国领袖上台拍大合照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中间隔了三位元首 尽管拉开距离 但是各界解读刚落幕的习拜会 是中美元首今年来最密切一次的互动 而从习近平的言谈 更显示出对于中美的春暖花开充满期待 中国从不读美国书 从不干涉美国内政 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 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这段特别友好的致辞 让现场的企业界领袖纷纷起立鼓掌 也给想在大陆做生意的大老板们无限期待 习近平还提到 华府的三只猫熊已经回到大陆 猫熊是中美关系的友谊使者 希望中美继续合作 我们愿意继续从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 而在两岸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 有外媒报道 习近平向拜登表示 无意在2027年或者是2035年攻打台湾 因此外界认为这是两岸启动永久和平进程 探讨永久和平共识的好时机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有颟的时间 这种休息的时间 都是空隙 EN 我说最好心这样的事 是因为对它在一起 快点购为健康的人